玉里台铁红桥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 也是游玩玉里最喜欢的打卡景点之一 因为壮阔的中央山脉和稻田火车交汇 这一般的美景十分的壮观 不过玉里这名代表罗士权在大会质询上时 特别交代公所要尽快粉刷 让这里拍照的民众有一个美丽壮阔的回忆 玉里台铁红桥一直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 也是游玩玉里最爱打卡景点之一 因为壮阔的中央山脉与稻田火车交汇这般的美景十分壮观 不过玉里这名代表罗士权在定期大会上质询时 特别交代公所希望能够尽快来粉刷 让来这里拍照的民众有一个美丽壮阔的回忆 美丽的中央山脉那个景色是千变团框 但是说真的很长 我们的同小的气候已经退到不能看 我想这一块铁 我想这个阵长现在上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缓解决 尽快的处理好 我想那应该不用花很多的机会才对啊 玉里站长龚文俊表示 这条红桥的管仰 尤其是粉刷油漆这部分 是需要专业的师傅工程来施作 因为虹桥上方有许多的高压电缆线 工所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不过会尽快寻求管道以及资源来整理 那这一块我会险着我们就是说 证明的需求 尤其是代表我们都那么关心 这个部分来去行为 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开议之前 我打电话给县长秘书室的 叶雅秘书告诉他 代表会接触之后 我会邀我们代表跟里长人 一起来去进见县长 把这些需求一起告诉他 然后能够希望能够得到比较明确 这一个到底是 如果要破盘油工所来找专业的人来住 那么请破盘 那如果说不能要由铁供给来施工 我们都没意见 我们要的就是说 有一个很漂亮一样的一个红桥 2007年重古铁道给建 两座课程一号与二号桥 组成为了有名的红桥地景 往年农民就会利用这一带的修耕田区 种油菜花绿肥 民众用桥丝造景 更让玉里红桥成为花莲南区 富有话题的观光景点 若事前希望公所也一起共同来维护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 福渡